我最近在看2024年装修报告 投入少产出大这些项目 看完里头啊 跟去年比有挺大的不同 你猜猜在整个家庄里面 投入少产出大的最好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六琴 硅谷地产频道 带你从房地产小白到房地产投资高手 整个家庄里面 投入少产出大的最好的一个项目 那就是把你们家大门给换 或者给修了给刷了 这个投入产出增值479% 这份报告里面呢 有全国性的 有地区性的 还有各个城市 我们就以SALC为例 换一个大门差不多2300块钱 但是给你的房子增值差不多12000块钱 增值将近500% 第二名还是换门 是换的车库的门 把你们家老旧的古董的那些车库门都给它换掉 换上这种新式的带玻璃的特别好看的车库门 马达做成智能家居的 这样给你带来的增值是350% 等于假设换一个车库门4300块钱 给这个房子带来15000的增值 第三名呢就是外墙的装饰砖 有好多特别好看的那种装饰的那种石头的小砖条 把它贴在外墙上 给你带来接近300%的回报 花12000块钱贴小砖 房子增值35000块钱 再往下排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厨房的简单装修 换个电器 把橱柜刷一刷 带来170%的增值 进门的地方你把它装饰好一些 用fiber gas给它做一些玄关 这个带来192%的增值 把你后花园做一做 然后做一些这个露台 这个带来136%的增值 什么项目投入的多 但是产出的少 现在做了只是享受用的 但是对卖房子 对房屋的价值增加的不是那么多的 首先呢就是把厨房进行一个全部的装修 假设你花了15万去装修房子 但真正的增值可能就是10多万不到15万 所以这个的投资跟回报的比例是62% 我再给你说一个 在这份报告里面最差的一项 就是价借房间 这个投资回报只有40% 刚才说的都是我给大家念这份报告上的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发给你 那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呢 也别拍砖 我给你报告仔细看呀 取编 Professores 取编口 Lost 给我 取编口